《馬太福音》 第24章 1-31節 耶穌離開聖殿時,門徒將聖殿各樣的建築指給他看。 耶穌卻說:「你們看到這所有的建築了把。 我實在告訴你們,將來他們都要徹底被拆毀, 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。 後來耶穌在橄欖山上坐下,門徒私下來問他, 請告訴我們,這一切會在什麼時候發生? 世界末了和你在來的時候會有什麼預兆呢?」 耶穌告訴他們:「不要受任何人迷惑, 因為有很多人要冒我的名來,聲稱我就是基督。 他們會迷惑很多人。 你們要聽到戰爭和戰爭的風聲。 但不要驚慌,這些事情必定會發生。 然而末日不會隨即來到。 民族要與民族開戰,國家要與國家打仗。 世界許多地方都會出現飢荒和地震。 但這些都只不過像臨產時的第一次陣痛。 其他的事,還會接種而至。 那時你們會被拘捕,受迫害,甚至被殺。 你們會因為跟從我,而被全世界憎恨。 很多人會背棄我,彼此出賣,相互仇恨。 許多假先知會霧出來,迷惑許多人。 罪惡到處氾濫,很多人的愛心都冷淡下來。 但堅忍到底的,必定得救。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世界,萬國都要聽到。 然後,末期才來臨。 日子將到,你們要看見先知但以利所說的。 那時獨神聖的可憎之物,站在聖地。 那時在猶太的,要逃到山上。 在屋頂上的,不要下來進屋收拾。 在田裡的,也不要回家。 哪怕只是去拿見外衣。 對懷孕的婦女和正在暴雨的母親來說。 那些日子實在太可怕了。 你們要祈求。 逃難的日子,不要碰上冬天或安食日。 因為那麽大的災難,是蒼世以來從來沒有過的。 以後也不會再有。 事實上,如果那災難的日子不縮短, 就沒有一個人能活下去。 但為了上帝所簡算的人,那日子將會縮短。 那時,如果有人對你們說。 看,基督在這裏,或他在哪裏,你們不要相信。 因為假基督和假先知要冒出來, 行大神跡和大騎士迷惑人。 如果可能,甚至會迷惑上帝所簡算的人。 記住,這些事我已經預先警告過你們了。 因此,如果有人對你們說。 看,基督在荒野裏,你們不要出去看。 或有人說。看,基督藏在這裏,你們也不要相信。 因為人子來的時候,就將閃電從東邊閃到西邊。 額應在那裏聚集,就表示那裏有死屍。 同樣,這些徵兆也表明末期臨近了。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,太陽要變為昏暗,月亮也暗然無光,群星要從天聚落。 諸天的權勢都要被震動。 最後,諸天會出現人子來臨的徵兆,地上所有的民族都要愛聲同酷。 他們要看見人子帶著能力和無備的榮耀,隔著天上的魂降臨。 再響亮的號角聲中,他要猜遣天使從世界各地,從海各天涯,召集他所簡算的人。